我们能了解到在红色湖禁区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天气 但是这个雨量呢不会非常大 那红色湖是一个悬湖 如果想从船底的部分应该是静默在湖水里的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清晰的可以看到 船底的部分已经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那就是黄色湖水呢 这个湖水已经早已不见了踪影 在岸上 身后的这个水泥柱呢 它有一片荷花潭 我们看到荷花呢已经完全是长在旱地里了 那这个季节呢 原本大家都知道荷花呢 是应该生产的水 应该是满堂的荷花盛开的季节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只看到零星的几种荷花 我们今天呢也原本预计做一个航拍的计划 但是因为今天天气突变 红色湖地区呢 起来了 目前呢红色湖的水位持续下降 今天红色湖的水位是11.29米 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 从红色湖的上游下游和老子山 最新的数据统计是 总数是1800鱼头单船 累计长度达10公里 目前呢我们红色湖的地方 海中的实施二级远方调渡方案 在红色老子山对入湖船舶进行控制 对所有的船舶进行登记 每天根据红色上游带杂区的情况 和红色湖水位的情况计划放行 我们呢对所有的停泊 我们呢为他们及时的送去医药 过去的船舶 对他们有困难的船民 由于这个红色湖的水位 目前还是不能呢 还是对这些船只有一个控制 对这些船舶进行控制